好了,接着到Part B 题目将原本的Aggrapham 的SotoCode 加多三行 有一行在这里 接着这里 和这里 很明显开多个Variables 叫做End End有个InitialValue Loop里面的End 也有个Assignment Statement 最后在这里也要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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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这题目有说明End是做什么的 它用来StoreNumber of Outputs of B 即是出了多少次B的Value 那本来说 End要来数东西 即是Counting Output 最后都会output 即是它数到多少次 所以要数东西的时候 每一次End在Loop里面的值 都要加一的increase by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写法 就是N好像是等于N加1 其实严格来说 这个不是等于 所以N加1 之后 它的Value 入回到N 或者replace N原本的值 这里我们再给多一点解释 这个和数学的N等于N加1 是完全不同概念的 数学上N和N加1是没有可能相等 因为N就是N N加1 一个加1 一个没有加1 它们两个不可能相同 所以这个战取 就并不代表等于 其实是代表一个 我们叫做assignment operator 将右手边的Value assign到左边的Value 所以如果我们画图表达 基本上N一个Value 其实是一个盒来的 那么N加1 一入回到N的意思 即是什么呢 比例如果N本身的Value 是3 那才算 那么3加1 就是4 那么加1 加出来的结果 4 就会入回到N的Value 里面 所以这个说法 这句的statement就是 incrementN by 1 或者increaseN by 1 那么大家要留意 上面这儿还有一句 N 入一个Value给它 这个我们就叫做initialValue 中文叫做起始值 即是开头的时候 我们给一个initialValue 或者startupValue 给个variableN的 因为假设如果没有了这句 那其实loop里面 这句statement N assigned with N加1 其实有机会出事 那么我们再具体讲清楚 即是假设这句真的不存在 我们没有给一个initialValue 选择N 好了 我们落到这句 Value N assigned with N加1 即是这个 但是我要计N加1 现在电脑都要计N加1 计完 就入落到N的variable那里 但是很可惜这个暗动 我也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多少加1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多少 虽然一般的电脑 大部分的情况 如果没有initialValue给N 它都assume是0的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够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能够当default的 我们一个好的programmer的习惯就是 一定要initialize 每一个variable 我以前都见过那些旧的compiler 如果一个programmer 没有initialize一个variable 它里面的value 真是很离奇的 什么value都有机会 放下去 但回到这里 n给了什么initial rate 这个n是n加1 n就是计算出了多少次b 就是loop了多少次 简单来说 所以n基本上不是0 就是1 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数东西 counting 有些人的习惯 counting initial rate是1 有些人的习惯是0 就视乎你这个东西放在哪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wound loop 基本上n应该由0开始 因为如果n是0 你做wound loop的第一次 那这里n是0加1 n变成1 那就刚刚数回对 output b的次数 如果n不是0是1 那这样 那就不会对数了 如果这个是1 那这里就1加1变成2 它wound loop第一次 n都已经变了2 所以这个就数不对 或者是数多了一次 好 所以n的initial rate 这里应该是等于0 好了 接着到part2 题目要考生写下 这个final value 最后finally b和n是多少呢 那这里我就要将parta的dround table 即是再延续下去了 因为呢 现在我们这里要run到尾 好了 现在我们接力了 那将parta b等于3 这个value是output b 再loop下去 那么就30 20 都一堆东西了 不是a加b 按下a 每一次都将a加b 入到a 3加5是8 8 按下5 跟着a-b 8-3 等于5 5 入到b 所以b是5 本来这里有n assign with n加1 但是既然我们知道n的定义了 就是数住多少个output b 那我们不用再特意加n的column 直接写output b 5 那继续了 b是5 50是20 继续加进去 所以 8加5是13 按下a 跟着 13加5是8 按下b 跟着又output b 跟着再落 现在b是8 8 10是20 所以继续做 a加b 13加8 21 接着 21加8 13 8回到b 跟着output b 好大家停止了吗 b是13 12加20 还要再做 21加13 34 34 加13 21 8回到b 跟着output b 好 现在b21 可以停止了吗 b是21 12加20是false false 不用再loop了 就是output n n就是number of output b 1234567 所以n 是7 b的final value是21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我们看到output exactly 就是Fibonacci sequence 首先都可以再数下去 接着就是3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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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